因為我偽老的房子都已經蓋好了 結果都更很多 對 這樣都比三代做進去了 像我怎麼知道我的房子 能不能符合偽老或是都更的條件 偽老的部分 因為釘子戶是什麼一回事啊 就是像有些 你看如果說都更80% 然後偽老百分之半 那釘子戶的出現是 其實應該是說 但是如果我這棟是五成龍 然後我要滿的話 我就最好就選成三龍 不是 他的四 跟著瑞哥 就買房 該買老房子等都更嗎 那瑞哥教你老房子到底是不適合買 我是佳琳 我是瑞哥 歡迎收看 跟著瑞哥就買房 再去我的房子話題全部都在瑞哥這裡 進入到今天這個主題 我們今天來賓其實在升級了 真的 對因為我們今天請到兩位 沒錯 一位算是屋主代表 對 然後另外一位呢就直接請到專業的設計師 建築師 那我要讓民眾更正一件事情喔 大家都會把設計師跟建築師 這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趕快來歡迎我們的屋主代表林蘇宇 還有建築師侯文 歡迎兩位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天特別請她來幫我們好好介紹 什麼叫做租任為老的部分 因為還是要交點專業的人來回答會最好 嗯 對那蘇宇呢 蘇宇 最近剛買心嗎 對啊 而且我記得就是好像也是有小換大的 對對對 就是從 因為小孩都長大了 所以就是那個原本的空間可能太夠了 所以我們就換了一個比較大的房子 但其實蠻多人就說 唉你那麼年輕然後換大房子 那你壓力不就很大嗎 對 為什麼要買房呢 但是因為我自己也是 感覺就是 我租了十年的房子 嗯 那我覺得那十年間呢 我就是一直在附成一個房子 那房東 就是我不要幫房東 對對 防他的房貸 而且其實像我們前幾集講的啦 就是你第一間房子 絕對不是你會租很久的 對 你看他就是先從小 嗯 然後呢現在覺得小朋友出生了 希望很大 我們再換到一個比較大的房子 對對對 那如果很好奇你們所謂對於 都根啊這個你們的想法 你們知道的是 我 我有聽到就是 好像就是你換 就是 如果是 就是都根啊 文老都根 然後可以一瓶就可以換一瓶這樣子 就是 而且好像就是建商道的概念 就是變成說 你之後的地段可能會 價值提高 對 房子更值錢 對對對 所以其實你們的心態都覺得 就是本身都市更新這件事情 就只有為了就是讓你的房子 可以變新 更有 更價值 對 其實不然喔 因為其實政府制定這個都根 的條例啊 它最主要是因為你們記得上 天鎮成的新聞 那個高雄 就是中城大國 對對對 因為房子只要年老實修 它對於結構 跟所謂的就是 防災這些事情 安全 它沒有辦法去做 去抗衡的時候 它勢必得做一些更新 那至於這個更新的部分 它其實政府是有一些 相關的條件 都會防災的 所謂的都市更新是一種 方式 比如說像新北市來講好了 它會有所謂的都根三解 那後來106年內政府 可以訂定一個東西叫做偽老 所以大家也可以走一個快速的結晶 就是偽老的這個 這條路徑 就是其實都市更新是一塊 對 偽老是一塊 你們都以為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因為偽老所以都更 對對對 然後就是都連在一起 沒有什麼不一樣 目的是一樣 就是為了讓這些房子做 重新的整件 這件事情的目的是一樣 對 但是因為都市更新它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 它有最小的基地面 只要有多大的限制 然後例如說它可能需要去有一些 你要去偵測你的一些東西 去做一些例如說 掌力值的檢討或什麼 它做起來其實大家一聽到都根 兩個字我相信直覺就是 對 既然都根那麼難執行 那為什麼民眾都想要等都根呢 為什麼 然後都根本會比較靠你 我有三個學生 A、D、C 首先A的部分呢 因為偽老不能一平快的 那B的部分呢 是因為偽老的融機獎率而已 叫D C的部分呢 是因為偽老需要 所有全能百分之百強的東西 到底是哪個選項呢 那我問問題 嗯 請說 融機獎勵是什麼 喔 融機獎勵 那腳有名詞 融機獎勵就是說 我們剛剛認識融機率嘛 那這個東西我們簡稱它叫 基準融機 那獎勵 融機獎勵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根據 譬如說我們申請偽老 它有個獎勵 我們申請開放空間 它有個獎勵 那我們這個獎勵值 除以我的基準融機 就是我的獎勵率 融機獎勵 融機率是300 獎勵值是4% 我等於可以做到330的融機獎勵 謝謝 所以再簡單一點 是不是就是說 譬如說我原本是五層樓的公寓 但是因為我就是 反正重建了公根 或是圍繞之後 然後我的那個融機獎勵 會讓我變成說 欸我可能這個建築物變成有7樓了 有可能 對就是它多了那個獎勵的限制 首先是你可能不能蓋到床 對的一些圍繞 好那回到我們的問題囉 ABC你們覺得咧 欸剛剛已經 你說 你剛剛其實有前面提到過 不能一股是一股是一股 對 所以ABC C感覺也刪掉 因為感覺是不是都要經過 說大家的同意 基本上呢 所有群人的同意這件事情 大家都會想說 100%是滿多的 對 可是因為危老沒有基地的限制 假設他找20戶的100% 你只要找20戶台灣 那你多根因為基地比較大 假設有100戶 80%是談80戶 你們完全拿的簡單 所以是數就沒有 20戶跟100戶吧 100戶的80戶 80戶 對 那100比較少 80 他在20戶比較少 對 所以其實正確的答案就是 因為危老的容積獎率 呃獎率比較低 對 那至於都根跟危老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這邊也是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好 這個有請我們專業建築師來幫大家回答一下 首先呢 我們先了解一下 危老跟都根 那種不同 第一個 他的基地面積的限制就不一樣 危老他沒有最少基地面積的問題 好你只要可以整合好 你就可以直接去收了 所以像台北市其實有很多 像那種一棟的東西啊 會很少基地的危老案非常非常多喔 你說30幾坪的基地 他也要去送件 也可以做 都根的話他就有最少面積的限制 所以整合上會比較不容易 土地跟房屋所有權人 危老必須要百分之百的同意 他才能夠送件 那都根的話他沒有 他每個階段有不同的%數 再來就是容積獎率的部分 危老最高就是40% 他很明確 我只要符合這個拔令 符合這個規範 我就直接拿到這個獎勵值 那都根的話呢 他最高是50% 雖然他最高50% 可是你必須透過 多根委員會去審查 那過程中 有可能你會有一些 委員的主觀意見啊 或者是 呃 要回饋啊 或是領居需要你環境補償等等 你可能會有些獎勵值拿不到 或是你會耳外多付出一些成本 對 再來重電的限制呢 回老的條例 他法律是比較寬鬆的 因為他沒有審查 就是送進去 在那個審查單位裡面就絕了 那多根條例呢 他法律會比較嚴格 再來環境的評估的部分 微老條例是沒有 那多根的話他部分是需要的 再來審議程序來講 微老條例非常非常快 像台北市我們呢 實際上執行的案例 你可能送進去兩三個月就下來了 很快 新北市更快 新北市一個月就下來了 那多根條例呢 大家都知道嘛 多根動作一年齊 有 甚至有人可能 弄到十到二十年都有可能 對我微老的部分都應該好了 就是都跟很高 有啊 對 那你剛剛都你三代做進去了 那像我怎麼知道 我的房子能不能符合微老 或是都跟的條件 對啊 就像我們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欸我們是不是可以投資一下 那一些 其實有機會就是可以再分 被都跟或是微老的 微老的部分它有幾個比較大的 方價的限制 首先第一個 你必須是 都市計畫內 然後你要合法房屋 再來你必須是 不是文化局所任列的這種 具有古蹟啊 紀念價值的建築物 然後再來是你必須符合最低的 就是耐震標準未達的 那工廠算嗎 我有工廠是房子 要看它是不是合法房屋 但是呢 工業區不能做微老 喔工業區不能做喔 公業區不能做喔 直接淘汰 對 那最簡單的判斷標準就是 你只要是三十年以上的RC 然後沒有電梯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微老 等一下我 我第一種就覺得好觀念 都市計畫內 那我怎麼知道我房子 是不是在讀市計畫內 好這個部分 其實它有相關的網站 可以去查詢的喔 好首先呢 我們先進到 我們以新美市為那個就是示範 我先進到 新美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的網站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我可以去 一個城鄉資訊查詢平台 好那點進來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地圖 那地圖的部分呢 我可以用我的 地 分區查詢這個地方 OK 那我輸入一個地段號 例如說 三叢的 好有出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意思是說 黃色的是住宅區對不對 對 那其他的呢 紅色就是商業區 那咖啡色的就是工業區 那剛我們特別提到 工業區不能夠做微老 對 那其他的像 紫色就是學校用地啊等等 那一般我們比較常申請的就是住宅區 跟商業區 那我剛念了嗎 欸其實我想要一個通常的方法 就是這些如果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是就是 交給專業 交給專業 對 其實其實會去計算這些道理符不符合到以上的條件 那其他的評斷的標準就是叫建築師評斷 就是他會幫你做一些整個的工作 樹葉主專攻 那那但是在我們在剛開始就是要挑選 我們想要先去投資這個地方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現在買的這個房間有多危險 所以剛剛講的嘛 低了30年 對不對 預商 對 我知道的是好像樓層數的高跟低 對於改建這件事情好像也是有 你有關心 有有有有 以樓層數來講 如果你一般公寓來講 四層樓以上的公寓 一般來說會有點分不回去 因為你要分的人越多 屏數越多 所以對地主或是建築來說他們會不划算 就會建議你們在選購的時候 最好是選四樓以下 屏數越盡你們可以分的 屏數越多 但是如果這棟是五層樓 然後我要買的話 我就最好就是選五層樓三樓 不是 他的四樓下只能說 總屏加起來 總樓吧 所以你買的時候直接看到五層樓的 就不考慮了 我就是要考慮 因為五個人五加分太多了 太多了 對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分證考試 大概就是三樓以下 那當然其實每個區域的容積率不太一樣 但是建商通常會主動來找我嗎 比如說我的房間很久 是不是就會有建商說 欸你不知道 可能是美老或是負責 應該就是說其實建設公司本身啊 可能會有一些 他們負責在處理的人員 那他們可能會找你們去洽談 那可是以現在 因為現在其實最近啊 運行那個就是 原物料上的開發 沒有工 他的營業 真的只能是網上站 所以如果他正來找你來談的時候 對我來說就是 如果你覺得他的條件開得 你不知道到底對不對 那其實你還有一個做法就是 可能找認識的建築師 稍微幫你計算一下 這樣子的條件是不是合理 那通常如果條件合理的話 我是覺得我是建議就是可以直接 那就是可能去做一些 行商好潛艇的動作 我舉個簡單例子好 其實舊的房子啊 我今天有舊公園 我把整個管線打掉全部重來 很多人嗎 沒有 我深切感受 因為 好可憐喔 因為就是我的第一間房子 也是老公寓 然後那老公寓就是 你要翻新的時候 你是裡面整個圈打掉 然後管線全壞 因為那管線都太老舊 你會有衛生也有安全 都有問題 所以那一整個打下來 好多錢喔 就是當初在買老公寓 當然你會有一個想法就是便宜 但是它的中間 你要去把它變成是舒適的環境 你又是一大筆錢 放幾百萬元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會有這個觀念 就覺得一瓶換一瓶的部分 對 他可能就是就會覺得好像 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容易 原因就在於 我去舊公寓 我就必須要去做這件事情 嗯 我就必須得發成本 那當然如果今天假設建築 建築是跟你談的部分 你的條件沒有像原本的條件 這麼的好 或是你有可能必須要多付件成本 的話 所以有可能我原本30坪的房子 然後就是經過了 肥根圍繞有時候 我可以拿不到30坪 應該說可能可以拿到 他可能就是安公社的30坪 不一定遭到別的地方 他的房子很高很快 對 重點來囉 原本的房子30坪 單價只有50萬 對 單完建之後可能是變80萬 其實價值是高的啊 對 價值是高的 只是我感受度可能就覺得 欸 我房子本來那麼大怎麼變小 對 可是裡面的管線 那些全部都是 而且其實看喔 維老要活的條件這麼多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他的時間 他的實質 實質 因為他的實質 其實是有限制住的喔 因為這個東西關係到獎勵值這件事情 我們請問 我們都讓他解答一下 什麼叫做他的獎勵值 好 首先先跟大家特別提醒 維老呢 他內政部在106年5月的時候公佈實施 但是他只到116年的5月31號 就停止適用 所以有心要推動維老的這些民眾 你們一定要記得116年5月31號之前 要提出申請 這個問題很重要 116年5月31號 所以如果錯過了這個日期 你就再也不能用維老了 對 除非政府他覺得想要繼續推動 想要立一個新法 對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獎勵值 維老的部分呢 他其實是有這9項獎勵 好 第一個 圓榮大於法榮 你就可以得到10% 或者是以圓榮的部分來做建築 第二個 符合維老的條件 你就可以得到10%到6% 第三個 你如果有做退縮建築的話 你可以得到10到8% 第四個 如果你有申請耐震設計 你就可以得到10%到2% 那以上這四個呢 必須去優先申請 如果你這四個申請還不到30%的話 你就可以往第五個以後去申請 好 那第五個是什麼 對 我卡關了 第一個就卡關 圓榮大於法榮 圓榮是 沒關係我跟你們說 這個東西因為基本上 它牽涉的獎勵的計算方式 很複雜 就連我寫來都不一定會準 可是我們在場是會 有一位寫出來的會準 這就是交給專業的 請找我 但原榮是原本的容積率 然後法榮是法定定容積率 但這是怎麼算 沒亂七 照理專業 所以一到八項合計 它的上限就是30% 這是偉老給你的獎勵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 落日條款時程的部分 就是在第九項 第九項它有時程跟規模的獎勵 兩個合計是10%到0% 那其中呢 你的時程獎勵 在109年之前 你的時程獎勵就是 直接給你10% 但是到109年之後 就會逐年递減 那如果假如說 我在那個實現之前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人 都同意的話 那怎麼辦 那可能只能 另外走多更的方向來做到 所以如果在116年 5月31號之前 沒有全都百分之百同意的話 只能走回多更的 哇 那假如我的家明明就很舊 可是沒有鑑商來找我 談偉老 那我該怎麼辦 這個部分其實很簡單 因為其實呢 自己不同的公寓啊 可能還是會有所謂的廣告 或者是自己公寓 如果比較舊型的廣告 可能還是每一戶都輪流出來做一次 讀偉的 那其實由他們去做統籌 就是我們這個社區 有多少的人願意去做 那因為它偉老之前前期的那個 叫做耐震的評估報道 它不需要百分之百同意喔 就可以先去做評估 你到底能不能做囉 它的比例是多少 一半的人覺得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考慮一下維老這條路 就可以先進行 對 那個申請方式其實也很簡單 我就教大家一個最快的方法 找進路士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假如說我原本 我那一棟房子要維老 或是要維老現在換變成新的 那我原本就在三樓 那我之後會還是在三樓嗎 你又很可以往上方往下換不一定 那平數大小也都不太有一定 等下平數也會換 所以我就真的 我原本的家是三十坪 我有可能之後拿到不是三十坪的日子 應該是說因為它看每個地區每個地方的容金 跟它獎勵值算出來之後 它會有不同的一個就是真正可以帶出來的方式 那可是它一定會含公設 可是現在公設比都很高欸 那我比較配合 公設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跟建築法規是有關係的 在還沒有還沒有改的之前 我們住的就是在一個相對比較不安全的環境 所以我們感覺就好像享受到很大的空間 但換了以後就是雖然我們的空間變小 但是我們享受到安全 對就是它的原本就是希望就是你房子更新走勢安全 我簡單解釋一下為什麼建設洛西會在那邊談 它的邏輯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今天我跟你談好了 假設你還分回來的是這個部分 那是原本的邏輯跟獎勵值可能有稍微多一些 可以多幾戶 對那多的這幾戶其實我把它賣掉之後 然後我可以tuck掉我的營造成本 那我是不是就覺得這個案子我可以做 就是我把營造成本偷完之後 可能還可以賺一點點錢的重量 所以其實呢建築是願意談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因為現在營造成本也越高 它還不一定會想要去算一算成的 沒有那麼的活力空間那麼大 所以它就不錯 所以現在才會出現所謂的自主 就只能自己建了 對那自己建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我們這些房子啊 以偉老來說 因為偉老他不用經過建價做處理 像都更會去做建價 例如說我原本的房子價值是多少 那我現在帶起來之後的房子價值是多少 那我可以用這個全值 這個價值換這個價值 所以可以去挑 我可能原本三道我可以去挑幾樓 不一定 那偉老因為不用經過建價這個程序 等於說我們談好這20戶 我們跟他喬好了 我們把我們原本該分的分完了 那多出來的這一塊我們也可以賣多少錢 那賣完了之後的錢 可以去cover掉我的銀線成分的時候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不用拿錢出來 我突然想到一個 像國宅啊 我們看到都是一大片的 那它這樣子是不是 不管要多根或是偉老其實都很困難 因為全部都要一起 對 你還是要整合 要土地跟房屋所全 你要整合到一定的程度 才有辦法去重建 所以它有可能分區塊嗎 例如說像我的國宅是這麼大一片 那我可不可以是分區的去進行 就是 應該是 我的認知是 就是假設這四棟是一個國宅 這四個杯子是一個國宅 那如果假設我現在四個杯子 它當初在申請使用指導的時候 是一二三四 是四個使用指導 那是不是就可以四個跟它做 就是你要單獨去 比如說你的偉老範圍是這麼大 你的這個範圍 你要單獨去檢討它的法令 都可以符合的話 你才可以就這個方法去申請 所以假如我單獨這一棟 就國宅裡面的 我現在做的這一棟 其實已經有符合偉老的法令的話 我可以你們這一棟的住戶大家看好 我就圍繞這一棟 不是圍繞法令 而是相關法令 相關建築法令 譬如說 我們最常看到的是早期 可能民國五六十年 蓋過很多那種一批 整批的那種透天或是公寓 他們當作可能是一張死罩 那你可能 其中某一戶或是兩戶或是三戶 自己談好自己要圍繞 那怎麼辦 你怎麼知道說 欸我到處是大家一起蓋的 我可不可以單獨這樣子 才有重蓋 你基本上你只要檢討 你當你自己的範圍內 符合你的 建築率容積率 相關法令 你就可以自己 做圍繞法令 我覺得還是可以耶 喔我懂了 就是說假設這麼搭配的基地 可能我們幾乎還好 那我們就把這幾乎的資料 準備好 然後上建築師 那能不能做 假設你的基地是屬於像這種狀況 ABCDE是同一張建築的老公寓 那譬如說你A跟B兩戶談好 你們想要做圍繞 但CDE不想跟你合作 不想跟你一起進來 那你A跟B可不可以單獨做呢 你可以找建築師幫你評估 什麼評估 首先你要先調眷工圖 好 眷工圖調出來之後 建築師會幫你評估說 你A跟B這兩塊基地 單獨檢討你自己的容積率 建築率 能不能符合法令規定 然後CDE自己檢討容積率 建築率有沒有符合法令規定 如果都符合的話 你AB這兩戶就可以單獨拆掉重建 我AB要重建的是 我們還要幫CDE一起討論一下 對 你不能造成其他人是不符合法令的 好現在其實我跟妳講就是有這個機會 那我們也不用真的等到大家 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因為我們以前都認知說 啊那個那個那麼大一片國宅 那你不會了啦 不會獨根啦 就問起來怎麼狠呢 對對對 所以如果可以這樣切熱開的話 真的反而對大家來說 它是更加重 加速那個重建的速度 對 因為釘子戶是怎麼一回事啊 就是像有些 你可以如果說多根80% 然後圍繞100% 那釘子戶的出現是 其實應該是說 大家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都會覺得就是 欸釘子戶好像就是卡在那地方 那很多人都會說 開始有一些人會說 欸你是不是太貪心啊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有時候其實不一定 有些人的觀念是覺得 欸這個房子可能是我阿公留給我 爸留給我 希望那些要動 那可是相對的 在有些人他可能會覺得 喔不行可能別人就是 一瓶可以分多少 我就少分多少 所以很多進竹到最後其實就是 談不容 那談不容其實今天公司的立場就是 當我已經花了幾十年的時間 一二十年的時間 在談這麼大一塊 嗯 那我如何去 如果你還不進來 那我只要把你桌在外面 很有名的那個 像那個通告通告上面啊 就是那個深夜泳城 它是不是就有一個 機車行在那邊 躺在那個地方 那它這一棟學校未來 真的要自己重待 它是有機會可以重待 它重開的話 只能用它自己的範圍去檢討 它自己的東西 就它很危險 對 那你原本可以跟大家一起 戴一個很大型的社區 那你可能拿到更多 對 那你到底現在可以自己 重開的時候你的價值 其實那個價值真的有差 就像你是 你看到新房子 你喜歡那種整個大洞的社區 還是你要看那一小洞 可能三四樓的 小小的一個腳壁 就是當然是大的啊 對 所以其實 我們一直鼓勵民眾 真的見通賽找你談 好好跟他談 因為畢竟他願意找你談 一定代表說你們這邊真的是可惜 那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跟我們 我聽到很多聲音都是 欸 那十年前找過我們 後來不來找 我們五年前找過 後來不來找 甚至說 談完了兩三間會不會都不了了之 為什麼 就是因為沒有人在做這些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我想要更多 我想要更多了 那因為現在很多的舊房子 慢慢就會有繼承 例如說等待我們這個年代 會有一些繼承到 給長輩的房子或什麼 其實你繼承這個房子 你還是希望他可以更新 嗯 那這個就是條件大家喬得好 或是說我們大家整個社區整整個好 其實 到結婚室算了算 就大概知道可以怎麼換算了 那我想問 那就是 假如說 就是我現在好 我同意了 喔 那你說真的喔 那又被趕到旅館去嗎 對 所以其實如果今天是建設Rose 來找你們談的時候 通常都會 還會談一個東西 就是說 喔 就是說我可能 你跟我房租兩萬三萬 我可能在哪邊租 租租租兩年三年 在你戴完之後 這都是可以談的條件之一喔 喔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是自己社區 我們三個自己常常要重建 那走吧 就自己想辦法 對啊 你要找一方住 我要找一方住 大家都一樣嘛 對啊 所以其實這東西是過程 嗯 有些時候 過程不會太漫長 過程 對 可是成果是快量的 那建設公司通常耐信了多久啊 就是說 欸我要等你等多久 你們一直都查不定 因為我知道的是這樣 就是其實 大家都很有誠意出來 想要把這些事情促成 不然也不會派人力無力 去跟大家解釋啊 那你說明會亂八八之類 但是如果發現其實這個案子裡面 可以有一兩個 一兩個戶 可能不是那麼的好溝通 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們去處理其他好處 好一點溝通的案子 喔 直接放棄這個 就是放棄也不會放棄喔 所以我剛剛才提到案例 欸五年前十年前談過 為什麼現在都不來 因為台北有那麼多的地方可以選過 對啊 百分之七十都是救 我們都應該找你啊 也是 今天算是對我們的都更還有為老 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了 對啊其實說了那麼多啊 其實主要要講的還是要 就是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對 其實都更那件事情它最主要 真的就是讓你的生活平址 可以稍微做一點改善 在你的居住環境 可以得到更安全 而且記得獎勵是有時效性的 直到116年的5月31號 那如果大家已經整合二分之一以上的 記得先去送結構出品喔 而且送完結構出品 那找誰呢 專業的建築師在這邊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的頻道 就是有什麼樣的提問 歡迎在我們的下方留言 繼續幫我們問你 瑞哥我會親自一個一個幫大家回覆 而且有興趣的主題呢 也可以不要害誰又趕快告訴我們 沒錯 今天謝謝我們兩位來賓 喜歡我的頻道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重點是我們頻道訂閱人數滿 然後抽獎活動還在進行動喔 而且每個月的10號 20號 30號 記得鎖定我們節目 跟著每個月的秀買包 追求我的訪問話題 全部都在美哥這裡 下次見囉 掰掰 然後做個環境模擬 去模擬這個基地 它所遭受的光環境 風環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 然後透過這些數據呢 我們在做建築物的設計的時候 不管從平面或利面 我們會去做調整 比如說到你的建築物 它的風從這邊過來 它跟你平行的時候 風是進不來 所以我們在另一面設計上 會做一些倒風帶 或者是你的這一面 環球無風 我們會做一些影風的機構 讓風可以進來 對 所以我們會根據美的基地 不同的狀況 它會有不同的設計 就是因地自宜的設計 都比它更厲害 然後不用太冷氣 對 我們想要追求的是永續建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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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